美与封面发位在中部地区多处造成大雨灾情 根据气象局的雨量观测资料 嘉义市从上午11点雨市转强之后 短短一个小时降雨量就高达116.5毫米 相当惊人 傍晚随着封面难移 连带南部地区也遭受灾情 水利署发布各地烟水警戒 云林县7个乡镇 嘉义县8个乡镇 嘉义市台南市一区都陷入一级烟水警戒的状况 低洼路段可能已经开始积水 嘉义尤其严重 水上以及鹿草箱累积6小时的雨量 已经达到199.5毫米 其他像是彰化县以及云嘉南部分地区 也是维持二级警戒状态 提醒民众接下来几天都要严加防备